谁在说节目自开播以来一直致力于帮助每一个问题家庭解决矛盾 据不完全统计 这些年栏目组共帮助上千的家庭化解矛盾 其中有近三成的问题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因素 在迎来国际反家庭暴力日的第15个年头 我们仍致力于帮助遭受着家庭暴力的女性朋友走出被家庭暴力笼罩的阴霾 我想回家 今天来到谁在说解决矛盾的就是一对这样的夫妻 听我们编导说您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 对天天看回家第一天是 那我想问一下您看的时候您太太跟您一块看吗 她看得少 她看得少 但是我就要求她看 您为什么要求她看呢 因为我觉得很挺受益的 向我们节目求助是您打的电话 对 您告诉我您今天向我们求助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近段时间我媳妇呢思想上好像是挺混乱的 挠头嘴半嘴 挠头挠头的我也觉得挺烦的 有时候 还离家出走 对 她经常离家出走吗 就最近这一年吧 这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 也就七八月 她去哪里了 去她表演讲 您是希望你们俩继续过吗 那很念 您非常坚定的要跟她一块过 对 来您先请坐 我们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俩是再婚夫妻 对 我前有一段分言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2 跟这一位妻子结婚了多少年 10年 32岁的时候再婚的 对 那您第一段婚姻是多大的时候结婚的呀 22岁吧 您是再婚 对 他呢 他说的属于一份 初婚 对 他跟您结婚的时候多大啊 21岁 那您当时再婚 您有孩子吗 有孩子 你有几个孩子呀 有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女孩大 那孩子都是跟着您吗 男孩子归女方 就我身边就是一个女孩子 你带着这个女儿 跟着这个现在妻子一块过的 对对对 这一再婚 10年 这10年 您觉得过得怎么样 过得 好像就一般吧 听 就是说感情挺好 嗯 就半嘴不断 半嘴反正几乎都不断的 你说的你有你 我说的我有你 那半嘴如果很多的话 肯定会影响感情的 是 就是说现在就影响到这个程度了 感情的问题了 那我通过您这么一说呢 我觉得您内心还是非常认可 这位妻子的 对 您首先第一句话是感情很好 这是您的一厢情愿吗 还是说他也会这么认为 我觉得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太气强 他小气 那你跟我讲讲 你们后来的这个婚姻 让您觉得过得不是那么顺心的 这一部分 也就是您说经常吵架的一部分 都是因何而起的呢 就是买房以后 他思想就不安全似的感觉 不安全 那买的房 照说这房子应该是 更能够让一个女人 觉得有家的感觉 对 我是这么想的 那他为什么会觉得越不安全了呢 就是考虑到 就是我前期有两孩子嘛 有特别是有男孩 怎么讲 他感觉的就是按照农村的那个风手 就是男孩子还是家里的 女孩子就别人家的 有这么传统思想 他会很担心 对 你们结婚以后买的这个房子 将来可能会落入您跟前妻生的这个儿子手上 对 这是他最大的担心 对 您跟前妻的儿子今年多大 18岁了 那孩子是跟前妻在一起呢 还是在您这儿啊 现在在我这儿啊 什么时候来的呀 去年9月份来的 从这儿买了房子房子接来 我感觉就肯定有想法 其实就在丈夫魏先生将儿子接来后 妻子李女士与妻子的相处就争吵不断 同在一个屋檐下 儿子就几次因和自己的小女儿争抢电脑 和现在的妻子之间闹得不愉快 致使两人一年多来互不沟通的局面 有位电脑的事 就是闹着小别扭 现在没说话 一年了没说话 俗话说 继母难当 而如今 妻子和儿子之间引发的这些矛盾 足以让身为孩子父亲的他 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现在把儿子接来后 妻子对房子的担忧也让他困惑不已 那么这个房子是否真的如妻子所怀疑 和突如其来的妻子有所关联 对于房子 魏先生在以后到底是做何打算的呢 这儿子是突然来的呢 还是您把他接来的呀 因为这孩子这个年龄段就是青春期 我就把他更快了 我就想让他上北京来读书 在你们身边生活吗 对的 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那您把他接到北京来之前 有没有跟您现在的妻子商量过呢 商量他没有怎么商量 但是我就是跟他打招呼 他就说了你投意也好 不投意也好 反正我已经决定到来了 票也买好了 您怎么打的招呼啊 就是说我把那个孩子弄过来上这里读书 河南修有点费用 我只管他吃吃啊住啊 或者零用一点一点钱 其他的就是上学的费用 由他们家出 就是他妈出 那妻子怎么说呢 也没没说阻止 也没说不同意 也没说同意 就不吭声 有点就是默认的感觉 我也没有默认 因为我说我不同意 那我可能会理解为 这是无声的反抗呢 因为他没法说 那是您儿子 那如果是说他要反对的话 就直接了当说 我应该是这么瞎 也就是刚才您所谓的 您的现在的妻子的不安全感 是自从这个儿子来了以后 产生的 应该是 在这除了都没有停止过 没有到媳妇看着 担心就是说一个房子 还有一个就是说 也担心我的感情 他说今天你把儿子接来了 明天把前妻接来了 我现在心里最放的关系 就是这个 他给你吵架提过这个是吗 经常提 那您有这样考虑吗 绝对没有 那是不是您这儿子来了以后 的确跟他可能关系 处得也比较没那么的好 让他会有一些心里 有一些隔阂呢 处得不好 这个问题对他都影响不大 那孩子就是跟我女儿子 跟我都有点提对的感觉 关键还是他的心理担心的问题 跟我儿子相处 两人也没怎么着 就是夫不相干的那种 就我孩子跟我都没交流 也没交过他 也没交过我 就没感情 我没这样 因为他家的一家之主 我说什么也没用 因为我也对我都就是说 未来的有规划 有安排 有计划 你未来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我未来啊 就现在不有道房吗 完了之后呢 我们俩再赚点钱 就是也还带了点款 就把这个款 还完之后呢 这个房呢 如果是自己住 有能力住的话 自己住 如果不住的话 咱们就是说 我没赚点钱的话 就不住了 我就上老家住去 这房出租 完了这个租金呢 就是说 供他我那个媳妇 就是说 应该到老了 有个保障 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 现在呢 还有能力能赚钱 我给他买了设法 您都比他想好了 其实 对 你们俩婚后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孩 你也多大啊 十岁 那其实你们的情感 应该说也比较牢固了 在我心里是 应该是这样 跟他我感觉就没有希望 也就一直黑了一样 您总结总结 您跟他的这个问题 到底根是出在哪了 我觉得他还是思想上不踏实 心里不踏实 没有安全感 那这个安全感是谁给他们应该 我觉得我就是说 我是这么想 也是这么去做 但是说就好像就没得到他的认可 您都为他做了什么 生活当中 关照的可能少一点 但是具体家里的事 还是我做的多一点 他把钱都是什么 大学到他管着 那你们俩当时是在北京相识的吗 对 怎么认识的呢 也是通过 通过一个 他一个朋友 一个老乡 一个女孩 年代在我这里干活 他干了一年 谈恋爱了 就是说要走了 我呢 接着呢 就当时没人 他又跟我介绍了这个 他的老乡 就我现在的妻子 那就是妻子最开始是您的员工 对吗 应该是 大概干了多久 转成了媳妇呢 差不多两个月 这个转正期也太快了吧 我觉得就是 这个两人的特别默契 感情方面好像挺 都挺投缘的 您觉得这个默契 是因为你们俩特谈的了 还是说因为他当时特别能干 就跟女儿我一样的 反正在我心里就这样的感觉 得到领导的赏识 是一种喜欢 在情感上有交流 对吧 有爱慕之心的喜欢 是另外一种 您觉得您当时哪个更多一些 那肯定是情感方面 那也就是您当时也不是 单纯的在找员工吧 不用 不是 因为这就是缘分 到了就没办法 那当时您追 他是一追就追上了 他也有 也很有 也有这种感觉 嗯 其实 你要说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两个月 咱们俩就想好了 那不可能 那当时他介意您有过婚姻 有两个孩子这件事情吗 有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 就是感觉到面子上有点 我当时我也没建议 他说的挺好的 当时我真的没想到 当时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说 像你现在提到的 那么多的不安全 他相信您能够处理好这一切 当时应该年纪比较小 也想不了这么长远 只有我们就是说 现在买房子 自己也想不到 你们结婚 多长时间以后买的房子 八年 那就这个房子 其实功劳也有他的一半 那绝对有 功不和没 因为我感觉到 我在家里付出了 没有得到回报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您这么说 非常非常的感动 从您嘴里讲出来的 您对妻子 其实满满的还都是爱 对 能够听得出来 当在场上 主持人向丈夫 问及到妻子 对于这么多年来 为家里的付出时 丈夫魏先生 稍显哽咽 也许在这个男人心里 更多的是对妻子的 歉疚之情 你有没有在生活中 对他表达过这种情感 我感觉 就是一个没人疼 没人爱跟他一起 没有说过 老婆您辛苦了 老婆我走到今天 真的是少不了你 真的是多亏了遇到你 说过这样的话吗 很少 特别少 特别少 还是几乎没有说过 就是在不介意的时候 说过一句 在生活当中 对于他的付出 您有没有及时的 和充分的去肯定他 所以他的这种不安全感 在给您生活的 这十年当中 一直在围绕着他 我心里肯定 但是表面上 没怎么说出来 就是表面上 还是说不肯定 其实我也 表面上还是不肯定 表面上就是斗逃法 因为他这个人特别狠爱 您刚才说表面上是斗他玩 对 您都怎么斗他 您跟我们说说 就是好像就是生活当中 他说的这个功劳的话 他觉得他自己功劳 我说你也没多大功劳 也就是干个活 是不是 其实生理特别认可他 就感动吗 没有说特别感动 因为他打我的时候 特别那种冷薄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有时候 就和他那个身体的一样 但是他会当认真 他一当认真 这个就 伴侣又来了 一个月打一次 我家的这事就这得 说个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他生气吧 就希望他能撒个娇 我不怎么撒娇 在您和您妻子的沟通中 就您这娶的这媳妇 他可能不属于这类 对 是吧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最终可能那个结果 不但没撒娇 可能还会一个很激烈的结果 对对对 他生气的样什么样 你跟我描述一下 生气的样 就是说我在生活当中 我就就有点感觉 他让他比 就是猪八戒的那种内心 因为他确实挺和爱的 而且说他的性格也有点像 他这个人呢 就特别简单 有什么说什么 我那一说人家就急了 就我记得印象当中 就特别深刻的 就是曲经碰见那个火焰山的时候 猪八戒不这么说吗 西边走不了 咱们走东边 走南边 我那就是说那个孙悟空不就急了吗 应该是西边有急 应该往西边去 他就不应该有这么想法 所以他这种偷牢简单的人 也都想的特别和爱 那咱还原你的家庭中 你你把你妻子已经定义为猪八戒了 那你到底是孙悟空吗 不是肯定不是 那你是谁呢 我就我自己 你跟猪八戒是什么关系呢 那怎么也好的 那么多 我只感觉就是说有这种性格的就是说相似的店 那你为什么不当猪八戒呢 你看那猪八戒如果要被媳妇不越被越欢喜吗 可能这个就是比如可能就是这种对比的话就是有点错误 那你倒反思能力挺强的 你转弯挺快的在生活中是吗 就你这么一解释吧 我就明白这个道理 跟你好好解释你是明白的 但你不能第一时间明白是吧 是不是你们俩都属于那第一时间不明白事 过后一想 这事是这样的 那你做生意是不是这样吗 你比方你 你不是开肉摊的 不让我到你那买肉 然后呢 找错钱了 你多找我了 然后呢 我呢 就顺事就走了 然后你过后一想 多找人钱了 然后你傻子就去追是吗 还得琢磨 琢磨自己为什么 这个就是说会多到人家钱 那琢磨的结果呢 琢磨结果还是自己那些地方坐得不到位 然后追吗 如果是赶上的话 就说人家没走远就肯定会 不过人家走远了也就算了 那你还琢磨半天肯定走远了 不是 就当时第一反应肯定是 想人家没走远咱们就追 人家走远了等于算了 不过了咱们再 就是说再好一个这个事 你觉得你现在你媳妇走远了吗 还追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来得及啊 他挺有信心的 他挺有意思的 主要是你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是老板情节 你觉得他是你员工吧 我心里没有这个概念 有点 你什么都得听我的 就是我说了算的 不光是他 就是连我在我那干活的 就是说我都没把人家当员工看待 我没有那个员工与老板的概念 就是在我心里 我们在看到你的时候都有一个比较好的第一印象 但是刚才他提到就是 我老婆挺像猪八戒的 这刚才他已经明明谈到了说他就是孙悟空嘛 只不过建议老师问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哎呀这样回答好像有点不太好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 孙悟空他代表的是一种明确的工作目标 人生目标 但是猪八戒代表的是享受生活 所以可能说你给你的妻子定位说他就是一个生活型的 就是我家里的应该是成了一个闲内住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您是一个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强烈的担当 对 而且这个有一个全局的这么一个掌控性的这么一个领头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所以您可能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小女人 但这个小女人还最好浪漫一点 因为我看到您就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他其实特别感性 而且他对于生活当中很多情调化的东西 我觉得他应该需求很强烈 而且你会特别希望自己的妻子就说我气你一下 你就跟我撒娇 但是我觉得我从上到下到现在 我看出一个唯一的一个毛病 您肯定在生活当中那种大男子的情节无处不在 所以我觉得你们家可能不是说老板和员工的这种角色的混乱 可能是在十年的婚姻生活当中 会让你的妻子感觉到我的先生越来越强 但是越往后越往后这个日子过下去 女人是希望自己在家里能有地位的 自己能够受到先生的尊重 哪怕是宠爱 可能您在婚姻生活当中 没有给他足够多的这种宠爱和保护 中国苏老师这一段评论以后 您觉得您是一个矛盾的人吗 矛盾还是有点 有点 有点毛病 的确是大男子主义 但的确又需要浪漫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色彩 那你觉得能实现吗 这个你要想两头的话就很难 就是您刚才说了一句话 我认为很重要 您说的我从来没有把我的员工当做员工 我觉得员工就是员工 老板就是老板 那这一句话代表着什么 您是不是把您的妻子真正当做了妻子 我相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您不是每一天都像您现在的这种状态 没有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当您的妻子说了一句话 说我的功劳很大 您反过来会说的一句 你的功劳有多大呀 可能看似是这样说 我估计您在家里边发出来的语言应该是一皱眉头 你有多大的功劳啊 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可能所以说您的性格里边还是有刚变的 又一个矛盾体 你认同霍律师的这般话吗 那肯定认同 的确是因为 有些事就是说到心寒里去了 我们还是留更多的时间跟您妻子聊一聊好不好 看看他到底心结在哪 您先休息一下 来 谢谢 谢谢 我知道了 为什么您的先生刚才一再的用这个话 首先娇小玲珑 男人见了以后都喜欢去疼爱 然后还挺年轻挺漂亮的 你在他眼里我一点都不温柔 就是一个泼妇 你这么认为的 他在他眼里就是这样的 他跟你这么说过吗 你感觉到他 你的先生非常爱你吗 我没觉得 在我们朋友面前感觉就是我说一个长工一样的事 就他朋友老给他灌输一些这个思想 我身上就是最近就是起了那个就是白点 因为他找的也比较快 一个礼拜之前我就给他说了 他当然就没同意 推上先生的话筒 先生 你说 你为什么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这还不够严重 等到严重的时候再去呢 不是说不够严重 因为说他那个那个特征不明显 看不出来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说稍微的明显一点 那明显的话那不就是病得厉害了吗 这个不是说病得厉害 因为他这个皮肤病嘛 你不明显根本就看不出来 一般的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你稍微症状稍微的显现了一点了 咱们再去看 您说您要是真疼媳妇吧 这媳妇哪怕有一点不舒服了 二十三赶紧的去医院 您可别那什么 您这完全这句话说出来了 我感觉好像与您刚才的场上表达是有备的 想法是应该我没考虑到的感受 没考虑到 对 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去做的 那后来呢 去了吗 就过了一个礼拜 我不是又让他给我挂号码 当时他不同意 当时挺生气的样子 他不是生气 他追着我 感觉到有点生气 我自己就坐着我去了医院挂了号 看完病就回来了 走比如说八月火回老家的 我买了票都买好了 他那个把票也背着我 把那个票也推了 他为什么要把票推 因为我就是今天我去看病了 没有经过他投影 我的感觉他就是拿这个来惩罚我一样 不是说我不给他汗 他说我舍不得给他汗 其实我心里就不是那么想的 我一回家了 孩子就说 妈妈 今天我看见爸爸退票的单子了 我说什么时候把票推了的 可能是今天吧 我就看见他把这个单子在上面放 我就后来那个晚上 我比如说梦这事的时候 就那个 当天晚上他就 家庭暴力打了我 他因为这事还打了你 对对对 晚上打了我 这么严重 我们家的家庭暴力 这十段也没打过 推一下先生话筒 先生您动手打他了 打过 哎呦 我还真没想到 刚才您坐在这 我对您的这个形象的印象 我觉得您不可能使用家庭暴力 那您打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天 打他就是他 老纠缠着我 纠缠你 纠缠你什么了 就我那个当时 好像我都不记得了啊 就是我记得就是 我晚上睡觉 应该大概将近十点 差不多十点来钟 因为为这个事生气了嘛 嗯 生气了我就不 不爱想再跟他说话 一说的话就怕急 一急的话又会 毛的更大 我就不想说 咱们就说相互平静一下 晚上十点钟 我就睡我的觉 他掰着我 非得问个亲主 因为我好累说 我明天还得干活 我没那么精神 再一个就是说 你晚上大吵大闹的 弄得人家邻居影响 那他掰着你说 是不是就是说 退票这件事呢 呃不是不是这个事 就是这事 那不是这个事 还有什么事啊 就是问我 为什么不理他呀 问这个原因 嗯 好那我就再问问你 你为什么要把票 给退掉了呢 因为他当时 呃说我是舍不得 给他汉病 舍不得这两天 给他汉病 嗯 就我退票嘛 他不有退票手续费吗 嗯 完了这个钱 我应该冤枉花了钱 我都舍得 就他那一点 比我舍不得给他汉 他就冤枉了我 啊 我心里感觉到很 很那个委屈 你是的确是没想去 对吧 呃没想去什么呀 没想去他家 跟他一块走 那想过 那时间都安排好了 嗯 那你这个也太 我觉得您这事做的 太有意思了吧 您通过退票这件事 嗯 故意损失那个 手续费 对 以此来证明 我舍得给你花钱 对 有些这个意思 这是什么逻辑 这个逻辑太有意思 您并不是打心眼里 不想跟他去 那肯定不是 那时候想 那您证明之后 您还是想着 二十几号要是走的话 是不是还得去再买票啊 呃对 如果如果如果 如果还想去的话 就得买票 但是我那个安排已经错过了 就不能再去了 没时间了 哦 那说白了 您不是还不想去吗 不是 绝对不是 嗯 就我这个安排的事 我就说你什么事 干什么事 你不能 一旦耽误的话 错乱了的话 这个你安排就是 反正就 感觉没头绪了 您退这个票 的确是因为 看病 前面有个看病 这个事引起的 对吧 对 然后完了 您就心里挺难受 挺委屈 你把票退了 嗯 主要他说的是 我舍不得给他喊病 这句话 您觉得激怒了我 激怒了你 对 所以你把票退了 嗯 退完之后 你们俩回来 肯定为这个事 肯定得白痴吧 肯定得那个纠缠 然后晚上 您动手打了他 应该是吧 我都想不起来 反正反正就为那个事 应该吵架过 打过 打过 你把他 你打他哪了 就用巴掌打了 杀耳光 对 后来他那个老师 还是救他没完 我就说他说的那个话 是他激起来的 并不是说我曾经要打他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买那张票是要回老家 去看他正在生病的妈妈 而且前期是好几年 都没有回去过 那张票对于他来说 意义重大 他如果说今天不回去的话 可能错过这个机会 他妈妈可能要是病危 病重了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没想 那您这人做事是不是也太轻率了呀 或者说头脑太简单了呀 我就是简单不简单 我就是没从他的角度好的事 的确是从自己情绪的角度出发的 对吗 没错 他那天把你打得很严重吗 闪了你耳光 到时候脸是准的 眼睛里面有瘀血 那您那天打了以后 您就走了 去哪了 也没走 我过了十天我才走的 你第二天照样给他出摊 对对对 那你十天之后 怎么又想起来突然要走呢 这十天吧 我问他去 他还不理我 他自己感觉 还自己做得好有理一样 两句话好说的话 其实我也不胜心 我问他 他从来都不搭理我的 我走的原因就是 是要想的 我能做错什么东西 你打了我 我还要天天去问你 你还天天不想跟我说话 又不在那赞摊 我还在生着气 我还要赞摊 我还在那里陪教练 我要给 给那个叫别人买东西 我心里其实挺受的 我挺难受的 知道吗 我实在就是感觉受不了了 我说 我先走 我走一段时间再说吧 你走之前跟他说了是吧 发信息了 没错 突然走的 你要到了他的面 走那是不可能的 那接着还会打 您去哪了 体重是我 先去我朋友家去 在我朋友那里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去我表妹家了 今天你朋友他们都来了是吗 我朋友没来 就我表妹给我 妹夫来了 妹夫来了 表姐是十天以后去你那了 去你那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情形 是个什么样的 描述一下 他是周六吧 应该是 头一天给我打电话 不在北京 他就去他那个朋友那边了 第二天早上 我们是打算 周日的下午应该回来 我就给他打 我就给他打电话嘛 我说那你就说 坐车先去我那边 下午他们都 我就五六点就回去了 但是我这是 他们几乎十多年 我也一直在北京嘛 我们一直有联系 我一直知道 他们这个就是矛盾 其实就是 在那续续续 一直都有 但是打他这件事 我是从去年 就是冬天才知道的 他这次在你家去 你看到的姐姐的状态 脸上啊 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 被伤害过的痕迹 当时去的时候 他是左眼还是右眼 我忘了 确实这块有点那什么 然后这块稍微有点那个 就是红 红肘 我眼睛这块有点轻 那一次在我那住了 有一周多点 是吧 一个星期多 后来姐夫是 她 孩子 还有她两个姐姐 姐夫 五个人过来 把她就接走了 对 谢谢您 您在妹妹那住了一周 最后是先生去接的您 对 先生带了几个人一块去的是吗 是 这些人是谁 两个大姑姐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 姐夫 大姑姐是亲的是吗 对对对 大姑姐们都在北京 全部都在北京 先生 您说 一周之后 您把妻子从她表妹那接回来了 对吧 对 您为什么要把大姑姐 她们都带着呢 因为我姐 她们也强烈要求去 这是你们家的事 你姐她们为什么要强烈要求去 因为我姐她们 就是说 特别汉重她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是你觉得你做错了 一个人去可能有 有时候不太好说 让家里人一是重视 二呢 就是说去帮承帮承 不是 那您去接她 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错了呢 那我 我错了就错了 我敢担当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错了 对 我就 我 就 对我表妹我也 我也说了 我是错的 我没说我对的 嗯 这次她去接你 有没有跟你说道歉 她这次 其实我跟她这次都已经写好了一个离婚协议 已经准备要离婚了 后来她才同意去接我呢 不可能 估计是劝 听她姐的劝她去的 哦 在这之前你们俩还写了一个离婚协议 对对对 你在离家之前写写好 没有 那是我走了 那个是我表妹家 电话电话 第三天的晚上 她给我打电话 说的那个 就是说跟她过还是不过来 也不过了 就那个就让我把东西拿走 有时候不累了 就把我东西全部都扔掉 嗯 这个协议还是 到着妹夫跟妹夫 跟那个妹妹的那个 呃 面写的 你们当时怎么协议的 就特别简单 我属于就是出货 房子给你没关系 什么都没有 只有给三百块现金 孩子都归她 她不给我孩子 她说我要孩子 她都不给 因为她说那个 我没有能力养孩子 嗯 结婚十年 最近 丈夫对妻子实施的这次家庭暴力行为 让他们想到了走离婚这一步 而在丈夫写到的一纸离婚协议中 妻子李女士 在这十年中的夫妻共处中 除了三万块钱的经济补偿外 房子和孩子什么都没有提及 而作为家庭暴力的受害方 自己被如此不公平的对待 难道这背后还另有隐情 先生 你说 在你一周之后去接她之前 的确是有过一次 你们对于离婚协议这件事情的沟通 对吗 那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在那个协议内容里面 你居然是只提到了给她三万块钱 其他任何的 包括财产 包括孩子都不给她 对吗 也不是归我 一切东西都归孩子 您的本意是想离婚吗 不想 那你为什么要去写这个离婚协议 我就不是说了吗 我就把这个协议里面的 我心里想的 但是说在不离婚的情况下 我自己安排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 也不是为我 也不是为你 咱们为孩子 为这个家 那您看看您多矛盾 您这人 刚才坐在场上 我就说您很矛盾的一个人 你心里不想离吧 你这个嘴巴上打的电话 说的全是离婚的事 对 他就说的离婚的事 他说那个 你要过还是不过 不过 把你都给拿来 不来了 我全给你扔拉筋 当时我跟我表妹晚上 我早上我五点再都起来 我就赶紧回家拿东西 因为我知道他这个性格 会把我东西全部给扔了 其实我当时我都不敢回去 我跟表妹说了 我说我都害怕 要不是叫妹夫 又敢回去 我怕回去接着再打 我挺害怕的 因为家里暴力太严重了 这么多年 特别严重不和 没有 只是说偶尔矛盾是有 我跟妹夫 跟妹妹又回去了 我都把东西抓着 要走的时候 他就来了 所以我们就谈这个东西 就做了写了协议嘛 只是吓唬 吓唬 您再有个这么个警示 那这三万块钱 这协议您答应了 答应 因为我觉得 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 我也是为了孩子 我觉得留给孩子 是应该的 我自己也不想要这东西 因为我这十多年 就是这么家庭暴力 这么严重 我跟他没离婚 我都是为了我们家孩子 这次就是 我已经下了决心 我不要东西 我衣服交我都不要 我那个都行 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 是他不想过 那后来在七天之后 他去接你 怎么又回来了呢 我们家孩子天天打电话 他说的 妈妈你不要我了呀 这都是他教的嘛 也是也是他教的 没生他的时候 他爸就是 加铁玻璃比较严重 到现在这么熬过来 我说 这还有时段要大了 还有什么熬不过来呢 差不多一个月 就是一次加铁玻璃 大的就是一个月 就是小草 有时候还都不断的 似的 打你最严重一次 到什么程度 前年12月份的时候 拿那个铁锤要砸 我没砸 铁锤 对 就是做个哑 打蛋 我办得着用铁锤嘛 他怎么砸你啊 也是也没点小事 引起呢 就是我自己的手 不是切东西的时候 骗了一块肉 那倒是口子挺大的 不知道他手拿猴子了 第二天我回来做饭的时候 我让他洗菜 是当时其实让大闺女洗的 大闺女嘛 她手有点冻疮 但我知道我孩子 手是冻的 洗菜就不怎么合适 我说了好几遍了 大闺女就不行 我也挺生气的 我说 他就感觉我骂 骂孩子有点不对嘛 他当时就给我吵起来了嘛 因为他们两个人才说 我就没参与这个事 我就得看我的电视 我就说起了他 他就当时是推了我 我这谁也比较像 我孩子能说 他就拿那个铁锤 先拿铁锤过来的时候 要砸我 他说 你这说我一下一下子砸死你 我说那也砸嘛 当时我也把头收给他 我让他砸 但是他被砸 拿铁锤那肯定是闹着完了 你绝对不是认真的 就我分还没分到那一步 他说完了 把那锤子放在那里 我去坐在旁边有个床 冬天上是个炉子 他拿一壶那个水 从我头上灌下去 大冬天的时候 但是当时还不是热水 当时是凉水 我以为是热水的 炉子上有一壶水 烧的那个壶电壶水 水倒是当时 它正好是凉的 不是热的 它从我头上灌下去 就它拎起来对吧 你头上倒 对 全部就是倒下去 皮呢 你知道吧 好像没什么东西 当时我们家孩子 也在旁边坐着 孩子感觉就是特别恐怖 我们家孩子 当时下了 差点下坏了嘛 孩子那床上也是湿的 我的衣服全都灌湿了 先生 您知不知道 您这些行为 都触犯了法律啊 是 我跟你说 我心里明白 那壶水是我刚上的 凉水 你心里清楚 那是您刚上的水 对 那也不行啊 是不行 当气急了 可能就是 你气急 有没有想过 你要是伤 你要是失手的话 有可能会酿成人命案呢 我心里清楚 我知道 那是我自己上的海水 上的水 您要是心里清楚 你就不会做这些失格的事 对不对 你既然做了失格的事 你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万一失手怎么办 我不说了嘛 那个是凉水 是我刚上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是热水的话 是绝对不可能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孩子在旁边看着啊 那当时 没想 但是我知道孩子在旁边 那孩子 他以为是热水 孩子当时听 就是吓得就哭了 就孩子这样抖的 就哆嗦的 跟什么 他爸一会儿 他爸一会儿打他 我们家孩子每次都有 这样的苦惧感 他说一会儿打妈妈的 可是师父还会打他 他有时候 我跟他爸吵架说 他都得躲着被子拉 被子捂着盖着 那那天把你淋湿了以后 你淋湿以后这还不算 他要拿炉子 你的火要倒往身上去 他说你再叫嘴 你再叫嘴 我俩都把火都倒 到你身上 那炉子都已经挪洞了 我这个具体都我记不清 很多事都是 他那个嘴巴都说的 反应激起来我 然后你吓得就 什么一声又不敢出了 我 他打我的时候 其实我还会说 因为我的意思 以后我们就直接 愣死就算了 我也不想活了 我也有这种想法 我这脾气也不好 生气的时候爱嘴爱笑 我又坐那个床 又跟他说 过来就得你 你这上面一拳都下去 当时我那个 这是鼻腊骨 现在一个包 我感觉车是鼻腊骨 是不是又断锅什么样的 我当时我不知道 因为我当时鼻腊骨挺疼的 当时里面的那个 这个嘴巴里面的那个 也流血了 他牙也不是磕破了吗 很多事都是 他那个嘴巴都说的 反应激起来我 他有这样的暴力行为 每次在暴力的时候 你为什么非得顶风上 孩子去 就你语言上也不让步 那不是自己着苦吃吗 我知道是自己着苦吃 但有时候我觉得 跟他讨论一下 东西是呢 我想着他跟我似的 就是心里会那个控制自己 说不会说动手打人家 这样的 但是我的嘴巴我会说 谈了两个月的恋爱是吧 从认识到结婚 对吗 在那两个月中 他打过你吗 打过一次 你为什么嫁给他 当时我没想到那么多 第一次打是怎么打的 因为什么打的 也是为那个生意老师 因为早上缺什么东西 去拿货 然后起完了 他就说 我这是挺磨蹭的 起完了 就耽误了他的生意一样 是呢 他就倒着在我脸上 打了点巴掌 同一次打了 就倒着道歉 但是再往后就没有倒过去 他为什么打你你不走呢 就因为跟他谈恋爱了 是吗 如果你是他的员工 你们俩没有恋爱关系 你走不走 老板随意打员工 你走不走 那肯定会走 你就委身于他了吗 所以说这就是 所谓的恋爱吗 然后就打就打了吧 又道歉了 那我就忍了吧 就接吧 肯定是这样 是 但只要婚前开了口子 婚后一定会打的 我问你 你怀孕时候 他对你怎么样 怀孕期间还也打 那然后你还继续 给他生孩子 几个月的时候打的 你怀几个月 三个月的时候打了一次 但是我那会儿 我想着做流彩 挺害怕的 婚前打就打了 那我就嫁吧 然后婚后呢 怀了孕了 他打就打吧 因为已经跟他都怀了 是吧 那你看 是他有他的问题 你有没有你的问题呢 他打你打的最严重 我们也听到了 那你用语言 给他最重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的最重的话 最重的话 我说你就打吧 你往四打 反正我不想活了 我每次都这么说 现在不想和他过了 是吗 就是七月不来 是我做绝对 我不想跟他过了 现在我上这里 我是想跟他过了 就是因为现在 主要是我跟他这里 就是现在就是这一点 他不觉得他自己错了 我也不觉得我错在哪里 就是我们找不到 自己的错在哪里 知道吗 也就是说 你的心思是想着 找到问题 继续过下去 对 然后呢 就是找到问题了 也许你们俩就不打了 是这意思吗 那你生活的那个环境 包括你的老家 然后这种结了婚之后 男人打女人的事情多吗 以前有 现在没有呢 就是你在整个描述 这个挨打的 这个 这个整个的十年的 这个挨打的 这个经历以来 你始终在保持一种微笑 你用这样的一种表达 这样的一种表情 然后那个打你的老公 他就会觉得 这事没那么严重 只要我打完了 当时解决完问题 第二天我老婆 还是给我看摊去 然后他还不会有 太大的抱怨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 一种正确的 保护自己的状态 就是你知道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在性格上 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我就觉得 你们在用相反的方式 要东西 就是真的 我觉得你们家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把正确的事情 用正确的方式 表达出来 可能这个难题 就会少很多 哎呦 我想问你啊 你们家有四个人 除了你 除了你先生 有儿子 两个女儿 对 他打他们吗 他小的时候 大过去小的时候 挨打也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这个摊 可能挨着摊 肉摊 基本上 左边肉摊 全是肉摊 他们认为 你们这一家的幸福吗 在别人眼里 他就是跟老板一样的 完了那个 就是大大的组业 然后呢 你经常挨打吗 在我们那一片都知道 然后呢 你怎么面对啊 当时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我觉得 你会跟别人说吗 在打的时候 他第二天 眼睛都是哭得 是肿胀 眼睛也是肿胀 一看就知道 什么眼睛去的时候 你心里还是觉得 自己是老板娘呢 还是说觉得自己 其实连个员工都不如 连个员工都不如 就自己有一些自怜 对对 其实我自己 你说到这脸怎么还笑呢 我就觉得你们俩 这个表情啊 就跟一般政察人都不一样 就说到这个时候 一般人就该觉得很美 就很难受了 你笑得很灿烂 是觉得无奈这种笑呢 还是就心里在流泪 表面上还笑 我一直是这样 我问一下你 在你种种的这些 暴力的这些过程当中 你的家人 有没有亲眼看到过 或者参与过 我爸我妈我弟弟 我姐都亲眼目睹 也就是说 他的这种暴力行为 还会当着你娘家人实施 夫妻两口 你过了这么没有 不能不吵架的 因为我妈 在我这里 给我带孩子 带到六 就是七岁 你妈妈一直跟你们 在一起住 对 她这些行为 全部都不避讳你妈妈 不会 那你妈妈怎么说 我妈有时候就看他打 看不过去 就说了他两句 但是因为我妈的脾气 这都特别好 他不会说 就说劝他两句 别的打了 是不是 那你妈妈有没有说 姑娘你这 在这挨打挨打死了 怎么办 我带您走吧 还是回老家吧 对 那是孩子一岁的时候 他到了我妈的面 打得最狠的时候 我妈带着我走了 当时买了票 我又把票退了 回来了 是您自个儿把票退了 我又回来了 那你妈妈走了吗 我妈就把孩子带回家了 走了 你当时怎么想的 舍不得吗 还想回来跟他过 当时是这么想的 万一我的孩子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会起他爸 我怎么给孩子交代 你回来以后他接受吗 你们俩又好了是吗 没有 还是当时晚上接着又在打了 他把那个电视什么都砸了 反正会打一下 最少要吐一下气 你回来以后 委屈求全的 想接着跟他过 他还把你继续再打一顿 他把那个家里的电视 什么都要摔掉 比如说我出手的事 我是肯定身体有把握的 他理由是什么呢 这次理由打的 也是那个 未买了一包那个十三项 他那个让我去换去 我觉得 一个市场的 就一块钱的东西 没有必要去换去 他当时说就不行 那必须得换了 嘴特别硬 我就没听他呢 他当时就拿那个 十三项撒在我脸上 这是头天晚上的事 打的是第二天打的 我们先不说 是不是十三项 只要是你违反了 他的意思 他就要动手 是吗 对对对 我特别疑惑 支撑你之前 一直跟他过下去的 最重要的理由和动力 是什么 孩子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 没有别的 我还想问你 就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一直在听您说 每天您要去摆摊 是吗 要去店里边 他在做什么 之前的时候 他跟我一块干 现在 在最近这几年 他都在家里待着 就是你去干活 他在家里待着 是吗 对 我再想问你 就是您觉得 就现在这种状态 因为您刚才表态了 说我们两个人想改 然后呢 继续过下去 您最希望的 他能改成什么样子呢 我最主要的就是 让他那个 就是跟我生气什么的 就是不要 我老人 不要让我去哄他 动手呢 这个事情呢 动手啊 别的打一打 无所谓 别打太狠就行 是这样 不是我想 以后这些事 尽量别 就是你别有了 是尽量别有 还是不能有 你说要是 一点没有 我觉得他是改不了的 啊 我觉得他是改不了 那也就是说 你接受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 还是参加着暴力 暴力吗 我觉得他自然要改的 他真说一点暴力没有 我觉得有时候 他挺难扩制 因为我知道他这个性格 就是他就是 那种活起来 就是扩制不了 他自己扩制不了 他自己 你说我特别想问您 您从一开始 就是不是就觉得 打两下这个事情 很正常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的 您觉得偶尔的 这个频率是多少啊 三天也叫偶尔 五天也叫偶尔 三个月也叫偶尔 您觉不觉得 您这样的思想 会让他自己认为 哎打一打 我所谓 他接受 但是张一老师也问您 为什么您一再说到 很心痛的事情 时候要笑 只想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强者 我不想示弱 嗯 我其实这是一点 不要强 只是我觉得在这场上 你去哭起来 我这人 要是哭起来的话 我就感觉 护制不了自己了 嗯 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 包括我去台上卖东西 也是一样 他每次打了我 我去台上卖东西 我也得陪笑脸 叫别人 乱了跟人家聊天 其实心里是挺难受的 妻子李女士 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折磨 而在现场 她却笑言以对 甚至描述自己被打的经历时 却显得云淡风轻 这个笼罩在家庭暴力下的女人 在她的内心 也许夹杂着对丈夫的怨恨 也许离开的念头 经常在她的心里徘徊 而为了保护家庭的完整 对孩子的牵挂和担忧 也让她难以抉择 也许在她心中 丝毫没有勇气 去和眼前挥着拳头的男人 说一个不字 作为家庭暴力受害者 也许更多的人选择隐忍 而不是用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 而这样下去的结果 却是受到更大的伤害 你刚才说 你想跟他继续过 但是呢 你另外一方面又说 他完全戒掉这个打你的 这个暴力的这个行为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问问你 他在打完你之后 肯定得给你一个枣吃 你才能够维持你那种心里的支撑 他以后可能还会有这样的行为 但是我还能接受 他的这个枣给你的是什么 你刚才说他又没说过一句软话 那他靠什么能够 这样支撑着你 还能够想跟他过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 动力 孩子是一部分 我相信不全是来自于孩子 但是自始至终 我觉得就我就觉得为了孩子 他对我也不是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 他平常对我也特别好 问题问得非常好 既然孔曼已经问到这问题了 我觉得我们都是成年人 观众也都是老观众 你知道在我的咨询室里 就是接待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家庭暴力 但是这个男人暴力完了以后 会对这个妻子特别的好 所谓的枣包括几种 钱 性 关爱 软化 然后等等等等 那方式就多了去了 就他给你的什么枣 你千万别提孩子 这孩子不早 因为这孩子就在那里 他是他的单一个个体 你支持这桩婚姻 你可以说我为孩子等等 那单说 咱就说支撑你刚才说的是 他打我 只要不常打就算了 他在施虐 你在受虐 就如同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了 这不是正常人的心态 那就是说他一定给你什么枣 那个枣是什么 有吗 先问你有这个枣吗 没有 那就更奇怪了 包括 王老师说的这里面 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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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家到底谁管钱 他管 他管 你有花钱的自由吗 小钱 那是买点什么都也会有 但是 又花多了 他也会叨了两句 花多了会有叨了两句 那我们现在假设 就是比如说 你现在需要一笔大一点的钱 你可以随便去动用吗 家里 我要是花个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左右的钱 或五十块钱 我都会 经过他同意 或告诉他 我自己除了不乱去花钱 一百块钱还要上报 对 只要是这个稍微多点的 我都会给他说 自 从 跟他认识 就现在我就是 跟他来 因为我这个也喜欢 就是 什么都 让他自己说 让你同意 让你去 我才会去 那如果说 你不上报的话 他会质问你吗 那是你自愿的 之前我不管买什么东西 我都会给他说 就是今年 我自己买了点衣服 我没告诉他 当初你嫁给这个男人 有没有跟你父母商量过 我就跟我妈说了 你妈 跟我爸没说 妈妈当时同意吗 我妈当时也挺无奈的 也没说同意 也没说不同意 妈妈的无奈是来自于什么 感觉岁数挺大的嘛 就让我说 有孩子 而且 当时我都说 他没孩子 我没说他有孩子 你给你家隐瞒了他 对 隐瞒了这个 后来才知道有孩子 我隐瞒了这个事 他自己 我是挺坦然的 我有什么说什么 从不瞒 你接受他有孩子这件事情吗 接受吧 我觉得当时他也说的挺好的 我觉得 当时他怎么说的 就说那个 一直带一个孩子 反正以后 跟以前学校跟老的 不会牵扯到 多难过去 所以那时候 我也没想那么多 反正我说 就有一个孩子 有个孩子嘛 我倒没那么在意 小的时候 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的成长的 这段经历 你觉得是开心多啊 快乐多啊 还是说痛楚的东西 多一些 在我爷 他打我 也有那个 心里面有点创伤 我爷这个体系特别不好 他连我妈也打 连我爸也打 他有时候打我妈的时候 我就会那个什么去 会阻拦他 你现在 你先生打你的时候 你女儿会阻拦你爸爸吗 这样啊 你们家这个情况 还真挺特殊的 我们把先生请上来 面对面的看看 能不能够找到一些突破口 来把先生请上来 结婚十年 为何丈夫会一直毒打妻子 那么魏先生上场后 又会说出怎样的隐情 我听完他讲的以后 我会觉得不寒而栗 真的 跟您的形象完全对不上废 这日子还要过吗 先生 过很应该过 但是我会尽自己一切努力 改成这些 那我问您 您第一次对女人动手 包括您的前妻 包括您的兄弟姐妹 第一次动手 什么时候 那个应该是前妻 结婚之后 还是结婚之前 应该是结婚之前 还是结婚之后 我都想不起来 当时前妻是什么表现 也没怎么 但是默认了 默认 也就是你第一次打女人 女人默认了 而且在结婚之前打 她还嫁给了你 对吗 在打 对这个女人动手的时候 也是在结婚前 她也默认了 最后也嫁给了你 还给你生了孩子 你在对这些女人 动用暴力之后 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女人 对你的惩罚 对吗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因为你暴力了 而离开你的 对吗 当然自己还是 感觉的特别坚贵 你既然知道 为什么愿意在加上三的呢 这个是心里 就会把握那个度 当然也不会说 就因为毕竟是 气的脑 不会那么完美的打 让她知道 就是说自己啊 心里也很委屈 自己说话的 这样的态度 那种态度给人 受不了 也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性格的原因 特别那个急 再加上她的言语的冲突 我觉得还是言语冲突的位置 其实我不主动去打 当然打还是很 这是错误的 我在这里想 道歉 但是全是为了小事 对 道歉这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道歉 只是没那么认真 也没有 她也没在意 在最后一次 您去接她的时候 我想已经都谈到离婚协业 再接回来 可能有点难度 您当时接她回来的时候 做过什么样的承诺 或者她提过什么要求 没有 这次 最后一次 就是说不打打 面对丈夫的频频施暴 李女士选择了离家出走 但性格温顺的她 最终还是被丈夫 接回了家中 前提条件是 魏先生答应妻子 不得再实施家庭暴力 然而 结婚十年 丈夫魏先生 真的会改掉这个恶习吗 多年来 丈夫不仅经常殴打 李女士 甚至连家中的收入状况 都不让妻子知晓 这背后 究竟还有着多少 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包括我们家的银行卡 从事的密码 她都没告诉过我 这十多年 我一去问这个 要问及了 她也会动手打我 十一年 她都没让我知道过密码 对于这个钱的问题 是这么的 自始至终 她没管过钱 就是说从来不管钱 连她自己口袋也不够钱 那这个她不够钱 不管钱 我必须得 我必须得管 当然了 后来问我的密码的时候 我就逗逗她玩 你越想知道 我越不告诉你 就是我就逗她玩 那从一个心理专家的角度 你这个心里有点阴暗 我不知道你是想 其实心里头啊 是想攒着点小钱 因为你前面还有俩孩子呢 而且你还有个儿子呢 没好 你是不是有私心啊 没有 你没有 绝对没好的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完全就是一个玩笑 一个玩笑 而且说 好 如果是玩笑 那你妻子如果也觉得是一个玩笑的话 她应该笑啊 那她怎么一提自己没钱 她都想哭啊 你看这表情 我没有人就在这里 那可以问妻子 就你对她不告诉你密码 然后对于她 对她和前妻生的孩子 她的财务的安排 你有意见吗 有意见 那你这时候你可以说话呀 你说我有意见呀 你那个 我对你那些钱什么的 在家里有意见的 她能为这事 她都渡手了 所以我就不晓得去哪 哦 你就被车给打死了已经 是吗 你问我 我得给你解释 您现在身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最大毛病还挺多的 第一句 让我请你 就是 大家也请你 请看 一个是就是说 我的这个做法 对我媳妇她那个 你扭过去 冲着您太太说样子 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最大毛病 第一个是家暴 第二个呢 是就是说 一些做法上 可能在她不容易接受 我得转别方式方法 比如说 你说直接问我密码多少 我就直接告诉她 我就不需要这么 这么那样子了 你家里多少钱 或者赚多少钱 我直接扭上去告诉她 我就不跟她闹这些事了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不愿意告诉她这些 或者说 你有其他的一些考虑 是不是 你内心也 也不太有安全感 或者说 你要用一段时间 来考验考验她 或者来观察观察她 这个女人 是不是能够跟我踏实的过 有没有信息 告诉过我 不告诉我的 不告诉我密码的意思 就是我怕我告诉别人 怕你告诉别人 对 还有这个 也有这方面的担心吧 他能告诉谁啊 就是因为他嘴快 嘴快我也不可能 把这个告诉别人 你是成不出事的人 所以说这个呢 我有过这个担心 但是这不是主要的 说清楚这事 你怕他告诉谁啊 告诉旁边肉摊的人 那你怕他告诉谁啊 就怕他漏嘴啊 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那谁 这智商有问题的 才把自己的那个 那密码告诉别人 那可能也是 可能是我过 过于担忧了 对 但是 孔伴说的非常对啊 那说明你那些 没有安全感呢 以前离婚是为什么呀 前期 韩晕就是他欺骗了我 欺骗你了 对 你为什么欺骗了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谈恋爱的之前 他已经找过对象 而且在那个谈对象期间 一直就在他们家 还有关系在那 所以这个呢 就影响到 我就对他接受不了 因为他没有明明白的告诉我 他那个男友呢 就是 已经好像会犯了什么事 入狱了 对 有个半年又出来了 在这期间呢 他就跟我谈了 是这么回事 完了他男友出来以后 就上我们家 就打钉 上我们家找下去了 找到去了 就刚刚回去了 又上他们家去了 又上他们家过去了 对 然后呢 怎么又跟你结婚了呢 他去了 可能也就过了 待了有个 距离时间 我记不清楚了 就可能给他那 就办了那个协议 是这么回事 什么协议啊 就是可能就是 就是解除婚姻的协议 那当时你没有结婚 你能够接受一个 这样的女人 如果说他跟我表明了 的话 我肯定就说 如果说我真实 是真心的 我就会 那个同意 如果我不真心的话 或许说 就是说我不能接受的话 我就不同意 我很干脆 我就觉得他这种行为 我接受不了 我永远接受不了 你在结婚之前 就对他动过手了 之前好像没有 应该是在谈了之后 好像就是我知道 这个事情之后 打他了 才有这么 有这么个行为出来了 你今天想来 那段经历对你 是不是造成了很深的心理影响 对 刚才你亲子谈到 他小时候是被爷爷打着长大的 那你小时候 有没有家庭有对你的暴力呢 有吗 有 谁打你呢 大哥也打过 大姐 好像打过一次 我记得特清楚 还有就是 我妈打得更多 跟我妈那个性格不合 就是她 我觉得她老欺负我 就是老一种 不疼我的感觉 就疼我们家 我上面那个哥哥 有这种感觉 那你看 实际上这个男人 在成长的世界中 女人在他心目中 一直没有过美好 就是妈妈也打 是吧 然后他对妈妈很有意见 姐姐也打过 然后呢 这个以前的妻子 又两个男人中 来回窜过 是吧 所以说这个女人世界 在这个男人的心目中 好像还没有什么 特别美好的那种东西 那所以说 就不难理解 她为什么喜欢你生气的样子了 就是在女人的世界中 没有呈现出 给她一种美好的印象 那么实际上 她在追寻着一种 女人美好的感觉 比方说 有的时候会给她一张笑脸呀 会撒撒娇啊 但是她到现在 一会儿你这么个倔媳妇 然后她一直就没找到 这么一个感觉 你就跟她撒一下娇 你想去 假如说 你去想买衣服 然后呢 你跟她撒个娇 她得批你时间呀 因为那摊得有人看呢 你那个 你说 我现在就是想买衣服 姐 我就得去 就这一个礼拜吧 就假设一个情景 你现在就表演 你们俩表演一个情景 我明天去买衣服去啊 明天去买衣服啊 那我想一下 明天明天还有事 我有事得出去 你要不过两天嘛 过两天回事 等那个 安门 那个那天时间有空时间 你自己去就行 我晚上去 晚上去 你晚上去那不就 那不耽误事吗 你晚上不睡觉不休息啊 你晚上不休息啊 明天怎么干活呀 是不是啊 你这个哪天出的时间 我有时间我在那盯着 你自己你去买 那就行了吗 可以吧 你接着 接着说服他呀 接着说 我都不说服了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他不同意 我也不跟他说了 就假的说这么一大段 你就忍了 是吗 对我不说了 那你是被他的这个 理由所说服了 还是说 其实你生气了 也有点生气 也有点个说服 也说服了一样 反正就是 生气的也比较多嘛 那第二次再说的话 他要不然去 我就又去了 因为他没有说 同意的时候 同意的时候太少了 等于最终还是说 你就按照你的时间就去了 对 其实你也挺有主意的 是吧 刚才这一段 我觉得那个 师傅这个先生课 还像领导 对对对 是吧 像一个员工 特别像一个员工 跟一个领导请假 你自己谈你的优点 我们听听 我的优点 一二三四说说 情况 就是本分 你看后率是赶快借 情怀本分 还是吗 还有就是做事 挺密切 精打细算 你到北京多少年了 应该十八年 觉得你十八年来 你进步了吗 进步了 哪里进步了 就是思想上进步了 思想什么进步 你说还大男子主义 打老婆呢 这个思想跟那个思想 不是 哪个思想进步了 就是在对出事 出事 好多了 也就会员 这就是挣了点钱呗 不是 那是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这个 有的顾客来了 有的那个什么找茬的呀 这个我能处理下去 找茬的 对 找茬的 然后你呢 你不打顾客吧 不打顾客 你不会那个 这拿着肉拿刀 就怎么着 你跟我找事 我就要 但是这个对领服人 领服人怎么在家里 不用用呢 应 就没用到家里 我想问问 您这几年没有回去过 给家里寄过钱吗 这两年 过年是寄了点 是多少钱 大概 一次寄了三千 一次寄了两千 这样我妈私立寄了一千 就这几年总共才寄了六千块钱回去 对 这六千块钱是他让您寄的 还是您自己寄的 这个数额是跟他商量之后呢 还是您自己定夺的 跟他商量 商量了 但是我的意思可能要多寄的 他说这个 就感觉负担不起的 不要寄那么多 不是 这就不是那么 那头一次过年寄的 我想寄五千块钱 他寄了三千块钱 这几年 这五年之间呢 是 你有两年是我妈在这里 这三年我妈 我妈没在这里 但是你 你从来没有回过老家 对 没回过老家 你想回去吗 一直就想回去 他老说的呢 这里离不开人呀 什么的 他没人看呀 什么的 我说你就头头一个礼拜 也行 让我回去 他不让 他的意思是他没时间 还是说他也不让你 我没时间 如果说 你们家不是还请了两个人吗 如果说他不回去 他不跟着你一块 你一个人回去 这样他允许吗 他不允许 他我一个人回去 他他就是说 想着 把这一个人回去 没意思 他说的 我说我去看我妈去 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他是有什么担心呢 你为什么不让他回去看看 五年 这个说不过去呀 这是这么 刚才他说了一句话 可能刚才您在跟这老说话 没听到 他用了一句话是 我好像是这五年 就像是长工一样 是吧 我老头该当卖给他一年 卖给他一年 我 我其实有一种感受啊 这句话特别不好听 就是你没把媳妇当人看 或者说我觉得 你没把媳妇当成跟你平等的人看 对 我意识到了 对 我意识到了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 那我就问一下 你把你媳妇当什么了 我不是说我这样做是对 当然 我是听那个专家给我分析的 我意识到了 这个分析的特别对 是这么一个 那就是你认同 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 那你这么多年把他当什么了 就当时当媳妇 是不是在您的前段婚姻当中 这个妻子有过那样的一种行为 对您来讲是一种伤害 所以在这下一段婚姻当中 您觉得我就应该找不回来 他吧 我信他 没怀疑过他 我知道 以他这种状态 换哪个男人都不会怀疑他 因为我现在感觉啊 他已经完完全全被你驯服了 这个驯服真的是那个 驯服一个动物 一个宠物那种感觉 先生 我是这样认为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有两种男人是女人最不喜欢的 第一种就是打老婆 第二种就是不愿意给老婆花钱 你愿意 愿意吗 我没得觉得 他愿意给我花钱 我那个做一个小游戏啊 霍律师和先生都站在那里 给您起立一下 让霍律师站在您旁边 站旁边冲着观众 让观众看看啊 这两位男士 哪个男士是愿意给女人花钱的样子啊 对 您知道为什么您一站起来就呈现出不愿意给女人花钱的吗 这还没意识到 你看观众都不懂 就是 当然跟着我们也学了很多心理学啊 我相信观众也有私下看心理学书的 但观众你看火眼睛睛 就判断准确 为什么呢 哎 你看看 你看这观众都 我们的观众都做棒的呢 观众都棒的呢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对 你这插兜其实就是什么呀 抠门 我跟你讲 你知道吗 有所防范 就这种心理就表现了 另外一个 我们刚才在问 是不是挣了点小钱 内心就有膨胀 因为你谈到18年在北京 谈到你的进步 霍律师来北京多少年了 14年 你看 还比你差4年 他们俩如果出去 不说话 听不出口音 你们觉得谁像北京人 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哎 对 哎呦 我们的观众 今日水平太高了 哎 师兄 师兄 我还 你表情也没给你换钱 这是我现在 都这么假的 我等我 我换成我这的人了 但你40多岁的人 咱俩从气质上 从精神上 你从 站着 你再一说话 你就我就明白你 你给我做到我能看你 没错 不是形象的 不是形象 你呀 穿衣打扮 不对 我随意 随意 不叫随意 这不叫随意 这叫窃导事 听到吗 你不如你穿这 你不如穿一身运动装兄弟 或者是你穿成西裤 或者穿成 别的牛腿裤 或者是你配这个上衣 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 年轻点 过去叫无所谓 现在叫无所谓 没没位 无所谓 我跟你说 来之前我们就说过的事 好像就是说穿你鞋不大 就我没有皮鞋 不是 没有皮鞋 你就自然不穿这鞋上 就把这裤子 哪不说 我说你不好听的话 就穿你打工的活 就穿这游鞋 穿你打工的裤子 就配这么一场衣 我觉得相当性的 我觉得这还特实 你看人 看他不会穿 看他实 你这叫不叫实了 你这叫吧 你要伪装自己 跟那驴 我快跟你叫成兄弟 我说话你别在意 我说话你别在意 因为我人 对 必须值 是吧 北京人说话特质 对 你这叫驴跟球 外面光 里边 里边什么样 谁都看不出来 真的 不是说我向妹妹说 这是一妹妹 是吧 这是一兄弟 听完女士淑妻 要尊诺嘴巴 对 疼媳妇 媳妇 娶回来是疼的 明白我说这句了不 明白 先生 并不是供你等等的 是疼的 先生 你看你现在的身体语言 你自己再看看 大家再注意看 对 说啊 他保护他自己的 是为了他自己 怕他自己受伤 他千万保护自己 这没错 除了 除了防御保护之外 对吧 又是什么呢 就跟你的球鞋 以及刚才插兜 又是一个行为的外形 不一样 现在您您请回啊 我给他分析一下啊 谢谢您啊 其实呢 为什么观众就是说 不是说因为霍律师 是我们这种专家 观众说喜欢霍律师 然后打偏手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外形就在这里 不是说 你看你个儿还比霍律师高呢 你还比霍律师白呢 你还不戴眼镜呢 你还比霍律师瘦呢 那优点多了 但为什么大家就不认同你 就是所有的 你的心理 都从你的行为语言 不知不觉中 就暴露出来了 不学心理学的人 也能感觉得到 他只不过不能从理论上 去合理化这个说法 但是他能感觉得到 实际上你这18年 我认为你没什么进步 你除了赚了点钱 买了个房 我就说你的思想意识 还停留在 小农经济的思想意识里头 打老 不给老婆花钱 对女人不尊重 等等等等 就是还是那种小农意识 你得随着大都市提高 霍律师14年就提高成这样了 你18年 你是不是还要很大的进步空间呢 对 你谦虚一点 对 谦虚一点 其实才能对老婆好 这男人一膨胀 尤其赚了一点点钱 就膨胀 他现在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霍律师的层次 跟我那个朋友都不一样了 他说我现在跟我朋友都不一样打字 他有时候也说这话 这位女生想问你几个经历问题 你别说那话 你说那个话真的就不合适知道吧 不是那么回事 是人家说话太急了知道吧 那个话我不爱听 明白吗 你看这个表情 我看得到吗 在这我能看得到先生的表情 眼睛都红了 眼睛红了 他在家里跟外面脸永远都是不一样的 对 要我们家孩子都能看得出来 那你这还是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想同意识还存在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呀 你的其实从人格上有一定的问题 场上 丈夫对妻子突然的变脸 又引发了专家对于魏先生的性格 进行了深入了解和分析 难道在现实生活中 丈夫易怒的脾气 是引发常年家暴的深层原因 在节目录制前 栏目组为这对夫妻做的心理测试 又会体现出他们怎样的人格特质呢 难道这与他们婚姻生活中 出现的种种问题 有着某种关联 今天的那个测试做了挺多的 就是出于对你们负责任 想想那个对你们的家庭 做出一定的判断 两个人抑郁都没有 但两个人都有轻微的焦虑 就是从心理健康的角度 就是说你们要注意你们的焦虑情绪 当然说这个焦虑情绪呢 非常能够理解 就在于说你们俩现在日子过得不怎么样 你看这心理测试又来了 这椅子一下就搬得离妻子那么远 这就说明你们俩什么呀 真是都是什么 你看刚才搬那么远是潜意识层面的东西 也就是说先生 其实你是在潜意识层面是焦虑的 就你也在 你们俩都在焦虑这张婚姻的何去何从 就日子将怎么过 是有小焦虑的 当然说也可能 社会中你们还有其他的压力 这个单说 就是说焦虑情绪是低度的 另外一个给你们俩做了一个夫妻关系的测试 以及情商的测试 咱们先说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呢 咱们找最关键的说吧 就你们在教育孩子方面 三个孩子 对待三个孩子态度方面 就是说是意见是什么呀 认识是不一致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对方是不是自己一个得意的选择啊 从这个方面认识是不一致的 先生认为选了这个太太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太太恰恰认为是一个失误的选择 这个是很关键啊 好 咱们说你们俩的情商 你们俩 低情商 情商一般的平均值啊 在一百分 当然最高分能达到二百分 你猜猜你们俩的得分 自己猜猜 情商 也就三十分吧 你觉得你三十分 妻子呢 可能比他高一点 多少呢 四十分到五十分 先生为什么认为自己才有三十分的情商呢 我觉得在感觉方面还是 不会把握 在这方面还是不够理 你对情商是这么理解的是吗 情商是指的一个人觉察自己的情绪 以及检查对方的情绪 以及检查我们相互之间的情绪 以及对于这个情绪处理方法的一个觉知 这样的东西叫情商 实际上得分是八十分 而妻子只有四十分 但都在平均的人的之下 而且妻子一定自己要明白 就是为什么你还不如先生呢 就是他动手是很粗暴的行为啊 但是你的情商比他还低 低在哪儿 低在哪儿 我的心里面吧 一直感觉我自己特别落弱 或者那个自卑了的感觉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优点吧 我也人比较勤快吧 老实 本分 就是不乱花钱 那也就是你们俩是一种人 说的优点是一样的 差不多 那难怪你们俩在一起呢 你看先生得意的 你看这身体语言 得意的样子就出来了 那难怪你们俩凑成一家子了 一模一样 只是一个情商 情绪的胜任力差 就如果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解决 你们俩日子完全可以过下去啊 刚才妻子说自己是什么 自卑懦弱是不是 因为他老说我无能吗 他老说起来我心里也有点满 他在他嘴里一年四季都是无能 那你觉得说他认为别人无能 那意味着他有能啊 那你觉得他最大的能是什么呢 他一直感觉自己就是比我强势一点 不管是什么东西 他能自己能做得了组 这一点他说他就比我能了 看是看得比我远 我也承认 其实有时候是不是说我不做组 而是我觉得我做组 也没有用啊 他自己都做了 我说的条件 我说的那个小法说的 他也不认可呀 我问你 你刚才在场 在观察室听到你的媳妇 在场上说了一句话 说我还是想跟他过 对吧 表了一个态 你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 我想就是说 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变自己 但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 我相信他如果是全部改掉 不打我这个毛病 肯定可能改不掉 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又怎么想 这个改是一定能改 但是改的程度就是说 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当然他自己 我希望他自己也能够 在语言方面 空气方面 应该就是说 你改的前提 是他也必须要改掉 不是前提 而是说就是说我改 我是肯定 我在先 我先努力 之前我就已经努力过 那你刚才听到 那个妻子回答 选择你是一个错误 你怎么 什么感想 错误可能就是受的伤害 你心里都明白 是吧 但我相信这位妻子啊 你这么卑微的 想依附在这个男生边 他也不会全都是不好 他一定有对你好的地方 你能告诉我们吗 对我好的 他高兴的时候 也会和我开心 对 还有呢 选择给你花钱吗 你要是说 时不选择花钱 他是不会乐意的 一年买个一两件衣服 他买的时候 会买那个贵点的 他给你买过的 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跟他认识 这十一年买了两个手机 他说都是给我买的 之前买了一个 洛西样的高粗的 也是 那个是 两千二 来看看哪个 是你的手机 哪个是先生 这个是我的 哪个 这个好的是你的 这个之前也是我的 这个洛西样是你的 之前洛西样是我的 他给你买的是吧 对对对 他来用旧了 用了有几年 08年买的嘛 到今年3月份 刚买的这个 苹果的 对 那现在先生用什么手机呢 这两个他都用了 就是你以前用的旧的 他在用 对对对 你为什么当初提出 要买一个苹果手机呢 因为我现在看来 人家都拿着那头素皮手机 我说换一个 人家都淘汰了 我就是不想要了 我也没说让他买苹果手机 你提了以后 他就给你买了 没有提了好久了才买 他也就是跟那个 就是装面子 那边给我买的吧 先生 这手机 用真心买的 两千六 你觉得不是用真心买的 对对对 因为是我跟他 孙子吵架的时候 我说了他 以后 是怎么去买的 两人一起去 还是先生 没有 这是他外甥 他就是卖手机的 他找他外甥去买了一下 对对 然后送给你了 告诉我是四千块钱买的 他们都告诉我是四千块钱 后来往来 我有一个的传单 人家上面才两千多 我两千三 就是打着才两千三 可是后来 我告诉人家都是四千块钱 人家都笑话我 他说怎么会是四千的 这手机不是才两千多吗 后来我才那个 后来才两千六 后来他倒是你打击六是吗 后来我问了 他那个 他说这个手机是收来的 他没有给他外甥现金 后来才给他钱的 先生那你为什么回家 虚报那一千多块钱呢 那好像是有点逗 我后来他那个 会怎么想的 你的所有理由归因 全是逗他 他自己也说四千 后来我问他外甥 他外甥也说的 你看我去我给你 买了这么好的手机 四千块钱的 也都说了 是四千块钱 我就想起了 当初不是这么 不是这样 先生 我发现您确实啊 比您太太要聪明 那点聪明地吧 全是家里边的 这个给家里 这小算盘打了 这小算机算 这个您您说这手机 到底是四千 是两千六 您就大概能够 分享出来 我太太这人 不出去赚机 可能不知道的钱 到底是多少钱 他还真不知道 他还真能偶尔的情况 还知道 实际上你这个 不管你是有意的 这个报虚高 还是怎么样 其实还是表明你 其实还是在意 这位妻子的 毕竟他是属于 智能手机 而你用的那些呢 那就属于太过后了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就是什么呀 你是爱妻子的 只不过你这个人呢 就是爱一个女人的 这个方式方法出了问题 就认为女人好像低自己一等 似的 就是你这些东西 你要从根本上 从你心里头 从你的世界观中 如果能够自己意识到 这是一个问题 调整一下 其实你们俩既然都是属于 勤快本分 利索勤俭持家 你们俩是有共同的基础 能够共下去的 但是呢 先生你必须得男女平等 更何况这位女人 又给你生孩子 然后又给你 这手都那么大口子了 还给你去洗东西 是吧 然后还给你占摊 还给你卸肉 那容易吗 你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 你觉得她值不值得尊敬 那肯定 对不对 所以说你 你爱她的方式 是不是出了问题 问题大了 问题大了 但是就你这种啊 我跟你说 我们处理问题吧 我们不怕那个 跟我们降的人 这种往往降降降降 最后降明白了 她倒改的彻底 特别怕你这种人 我们前面一说 你就啊我错了 对没错 再回去这种人 就不容易改吗 但是我心里是很接受 就是说我一时间 很难转变 对对对 可是你躺上刚才那个细节 我们看到那个细节 那个变脸 就足以说明这一切了 对呀 我倒觉得如果说 下面你们要想过好 我觉得吧 我们得交点招 给你的媳妇 这不让你付出点代价 在她心里永远就是我的错 她说我这自己认识不到错 她认识到错了 我想跟她先生 如果这次你妻子 坚决提出跟你离婚 真要离 打死都必须离 你怎么办 那我也只能就是 她在家里说过了 她说的 反正现在离不得也是我才懂 我想离的话 赶紧一刀两断 谁也别拖累谁 要拖累的话 她也是 我是在有这种决定的时候 那我只能承证她 我不会说当务她 承证她之后 你能够找得到一位像她这样 为你那么死心塌地的 替你天天守着她 替你持着家 替你生儿育女的女人吗 就是说她铁了心的吧 我才会那么做 她铁了心也是因为你不改 刚才在场上那个动作 其实我看的挺可怕的 你的那个眼神 看她那个眼神 我感到恐惧 说实话我做一个旁人 我都感觉到恐惧了 但是她还有情感 还有爱 她说出来了说 我还是想过 我知道她还改不了 我还想过 这个过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问了很多 她都没说出来 但是我最后总结了 爱孩子 还是爱孩子 对 她老说因为孩子 但其实还是爱你 哎 这先生 我其实特别想今天给你做一个特狠的心理游戏 嗯 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 我特别想让编导拿一盆水去 嗯 然后我直接从你脑子上灌你一身 我特别想做这游戏 我能吃 就是从你妻子说这段的时候 然后我就想好了 那是冬天12月会 冬至的时候 对 现在10月初 我也让你体会体会 就在现场所有人都鼓励妻子接受建一老师的心理测试 以改变她与丈夫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时 妻子却突然道出 丈夫曾经将自己的头部踩在脚下 以此泄愤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振兴 难道丈夫长期的暴力行为背后 真的有着严重的心理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她如此疯狂的对待妻子 专家给出的心理体验方案 又将怎样实施 这些动作已经超出一个正常人的范畴 如果在心理专家看来 这都应该去看看医生的 反正这个她说的有点夸张 我没法了 这不会就是 您在外面跟其他的朋友男士 有这样动过手吗 男子 跟别人打架的时候 有这样动过手吗 很少 很少有动 还是没有 第一次打她是打耳光 而且刚才她又提出那个细节是 拿着脚在她的脸上 你知道这个脸对于人 她是一种怎么样的暗示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面子 我们的自尊啊 你丝毫不顾忌她作为一个女孩的 这么一个自尊 也就说在你心目当中 并没有把它放到 跟你一个疼等的这么一个高度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应该受到一点点 我认为叫惩罚 这种惩罚其实是把你的这个 在婚姻当中的这种自尊心 给拉下来 我觉得如果说换一个女人 然后你每个月要给她生活费 然后她也管钱 然后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在她手上打着的话 你真不敢对她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女人什么东西都太顺着你 打完架 打完她之后 她要回去 然后来哄你 得到的太容易 反而会让这个女人一下子都没有一点点 在这个婚姻当中的自尊了 先生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你一开始我在说 你呢 说什么你都明白 我开始是感觉啊 您是 揣着明白装糊 心里什么都知道 回家就忘了 说一句话 我彻底改 你知道一个人要想彻底自己改 让自己身上认为非常不对的事情的表情和态度 那个不仅仅是简单的家暴 那叫身体伤害 那是违法行为 如果我们现在让你躺地上 让你妻子拿这个鞋搓你 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出来 因为有律师在 我们做不出这种事来 如果说你 就是说还要把什么 拎起来火炉子 什么说把人家烫着 什么怎么着 你烫着 他就是拿来个火烫着 要到我身上 对 这种事情我们也做不出来 我们现在能想到的 比较狠一点的心理游戏 也就这么一种 就是说凉水 往你头上 从你脖子里 让你尝尝什么滋味 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个 但是你愿意配合 如果你愿意配合 说明你还有诚意 跟这位妻子过 你体会完了 你反思 你道歉 这个妻子 我们还劝他跟你过 如果说你第一不敢 第二 然后也不道歉 然后死不改回来 从我们这 我们就希望这个妻子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你 既然他已经选择了 他认为是一个失误 那就得纠正这个失误 你敢不敢 敢 真的吗 真的 就我别边打 就我妻子亲自 行 行 好的 就是一杯水 你确认你愿意接受 这样的一个体验吗 你愿意 为什么愿意 为什么愿意 因为这个毕竟自己 有特大的错误 应该接受 就用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身 我们真的做 没问题 没问题 你确认 是吧 好 做不是为了指示 说 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身 而是让你就这个心理游戏 体会到 换位思考一下 你妻子的心理 然后向你妻子 做出郑重的承诺 先道歉 后承诺 就道歉 既往过去 我做的不对的地方 家庭暴力 对不对 然后表示以后 坚决不对妻子 再实施任何家庭暴力 这是一个媒体 我们这么多专家和观众 你是一个男人 真的敢吗 真的敢 你掷地有声一点 肯定敢 一定敢 好 妻子 我想对你说 这可不是由我来破他 有你 你敢不敢 此时 为了能够让丈夫更加深刻地体验 妻子 长年来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王健一老师提出 让妻子向丈夫泼水 面对这样的心理体验 长期遭受家暴的他 此刻心里是否会有迟疑 或者顾虑呢 最终妻子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全场都拭目以待 要不是在录制现场 我们下面有线 有电线 这是一个工作场所 应该是大坑的水 冰凉的水 使劲泼他 不是我不敢泼他 其实我什么都泼他 建一老师 太了解你了 在拿到这杯水的时候 我跟建一老师沟通了一下 我说他绝对会迟疑 都不出我们的所料 说实话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为什么一开始不问你 先问这位先生 就担心你 我说先问完你 你先说不敢泼 后面连问先生的话的余地都没有了 然后我们担心的就是你这种反应 而恰恰出现了 这不是就是印证了前面我说的那个一个愿打一个愿哀吗 你想不想和他过我问你 我想跟他过 因为他身体不好 你直接泼到他里面他会感冒什么的 你身体好吗 他泼你说你身体好吗 你怀着运他就打你 你身体好吗 不 妻子你向深问一问你自己 你向深问一问你自己 你什么地方你这样跪着看一个男人 好 先生站起来 你站起来 就站在那里 妻子来 站在他的对面 站在他的对面 跪下来 妻子跪下来 你指着他 狠狠地指着他 眼光像你平时对他那样凶恶 妻子抬头看着他 体验一会儿 这样的夫妻关系 大家说平等吗 平等 妻子你应该怎么做 站起来 好 站起来 还看着他 这样舒服 还刚才那样舒服 这样舒服 可是你刚才那个表态 就如同你刚才 跪在那里求他 你不要以为他伸出这个手 这假惺惺的手 刚才他伸出来的 我们不认为这是真诚的 他用精神在压垮你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必须从精神上自己站起来 做不做那个游戏 敢不敢做 敢做 之前妻子李女士 一再地帮助丈夫 找各种借口 企图阻挠建一老师的心理体验 然而经过专家的一番疏导 他终于鼓起勇气 勇敢地接受了专家的方案 那么这个特殊的现场心理体验 会让这对夫妻 重拾往日的温情吗 你像妻子刚才那个姿势 来双手 看着妻子 不平等 对不对 还有更不平等的呢 勇敢的啊 果断的 向他头上教学 好 让他体会一会儿 当妻子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 向丈夫勇敢地将水泼下去的那一刻 他似乎也将这十年来 对丈夫所有的怨恨一同泼了出来 就在我们现场的确是第一次使用 而在丈夫的心里 也许有对曾经自己以家庭暴力 对待妻子那样的感同身受 也许被冰冷的水泼下去的那一刻 他开始泛起悔改之意 十多年来 妻子被自己如此不平等地对待 如今自己也尝到了相同的滋味 而他在现场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示呢 就是该受的 这是你长这么大 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惩罚对吗 应该是 我相信你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不好受 但没有 我觉得心里舒畅 心里恰恰很舒畅 对 先生你这样 眼睛看着妻子 你最真诚的眼神 向他道歉 那一定特别在咱们生活这么多年来 对你造成了很大伤害 我在这里真正地给你道歉 希望你 愿意 其实感情 咱们不是没感情 只是在原因方面 冲突太多了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心里感受 以后我们 尽最大的努力 改变自己 让你满意 凡事都尊重你 你可以把你今天体验的这种感受 告诉他吗 你体验的这种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 这是最有应的 的确实不好受 对吗 那 现在你表态说以后坚决不打他了 对 看着他的眼睛说 以后在 在咱们一起过了的 听众人的意见 坚决不打 我懂事 你愿意原谅他吗 愿意试试吗 愿意试试 这个晚来了十年的道歉 在妻子心中 也许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我知道这个拥抱来得很晚 遭受家庭暴力十余年的他 因为心中有爱 仍然愿意相信 眼前的男人 能够痛改前非 重新开始 接下来这段 承诺无暴力的婚姻生活 愿意试着相信他吗 愿意 我希望他说的 能说到 能做到 今后真的能够做到 再也不对他 实施家庭暴力吗 能做的 大声地告诉你 能做的 肯定能做的 肯定能做的 这个响亮的承诺 也在我们心中 有了些许的欣慰 改正一个犯了十年的错误 也许需要很大的 决心 但是我们愿意相信 这个男人 能够真正 幡然醒悟 以全新的态度 重新对待这段婚姻 老公 我以后会好好给你过 我会给你机会 我们希望 能够把握住妻子 给予他的机会 在以后的日子里 夫妻两人 能够互敬互爱 相互尊重 平等对待 重新开始 接下来的婚姻生活 节目录制结束一周后 我们的编导 电话采访了这对夫妻 我就连骂我 现在我都不骂了 我最近骂我 得好好地跟他说 说尊重他的意见 得好好地 要毕竟说 实在是在我这边 也知道不受苦 以后会好好对他吗 那还是 电话也特别好 我觉得他这个 心会打开了 我觉得已经就是说 已经算到点上了 说新的话 对于人们 罢子就表达很嫌 我觉得就是去那里 还是有挺有体大的改变的 现在他做什么的 做什么事吧 也就跟我的商量一下 然后再做 所以我就 心里边也就比较平衡一点 知道吗 我现在也有改变了一点 我也不像以前的事 我就跟他说的 比较 听到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 已经远离家暴 开始渐渐步入正轨 我们也为他们感到欣慰 同时我们也呼吁 电视机前更多的家庭暴力受害者 勇于向眼前挥着拳头的男人 说不 敢于运用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 节目组将会对这个家庭继续关注 如果你想了解这期节目 更多的幕后 8点30分 青年探明者特辑幕后 为您带来更深度的解析 千万别走开 继续关注